嗨 嗨 现在是2020年的12月29日的晚上10点多 我在2020年从洗淋乃衣高 到创造影2020学院洗淋乃衣高 到现在是英堂上林303的洗淋乃衣高 回顾一下这一年来发生的事情 这一年的总结 其实以前我是非常抗拒摄像头 我拍vlog的时候基本上都是第一视角 可能就是对自己的不自信 没那么让人惊喜 所以我一直比较害怕镜头 我现在我改用视频的方式去记录我 对2020年的总结 我已经战胜了内心的这个恐惧 所以给自己鼓个掌 就是2020年吧 之前我也说过我就是在家闲了一年的样子 但是沉淀下来也是出了一些作品 后面一年去上学也是我一直 扑不及待想要去做的事情 因为也是就是第一次上大学嘛 我还记得当时跟我的同学们在聊 就是要不要来的时候 要不要来参加冲荡营的时候 45度是十分之一的概率吧 怎么可能会是我 我是谁 觉得这种这种好事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 我就当时去提升一下舞蹈吧 提升一下我的唱跳能力 去培养一下镜头感 去争取一些舞台的机会 当时在首秀的时候 放在欧美的音乐的种类里面 它其实也平平无奇 当我得到第二次机会的时候 我内心只有一个想法 那我就豁出去了 我就是要唱一首反差大 我就要唱一首甜甜的歌 我也能甜 我就要证明我也可以甜 最多可能觉得 因为当时很多人都唱了 包括教练们都唱 觉得可能到时候播出的时候 可能会有话题啊 会有热度什么的 所以后面带来的这些东西 天哪 就是 这谁又能想得到呢 这命运这种东西 谁又能想得到呢 现在回想起来就是 幸运吧 就 时常就觉得自己是在做梦 因为 一年前的今天 我刚才博黑考完Final 准备回国 就 就很奇妙 去年跨年的时候 当时我在家 那个时候就很困 可能是因为时差还没倒过来吧 但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还没到12点 11点50多的时候 我突然睡就 我就 就睡着了 然后 我再醒过来 懵 就是突然醒过来 我再看表 2020年1月1日 0点10分 给我吓坏了 这是我这一辈子 长22年以来 第一次 把零点睡过去了 我在家躺着 然后我可以把这个机会就睡过去 西里南一高 牛 所以我当时 我就在备忘录里面 我记了会有闹钟的那种提醒 就是要在2020年的12月31号的晚上 一定要记得跨年到几时 不能再睡过了 特别搞笑 就是今年 很有幸 先是认识了 多于100个吧 可爱的女孩们 很荣幸的跟其中六位 组成现在的 印堂少女303 我去自我介绍的时候 都一行摆不下的那种 大家好 我是印堂少女303 西林大港 印堂少女303 然后有时候有个杠 西林那一点高 这是14个 14个字 我觉得我以后应该习惯性的脱口而出 大家好 我是 为什么很多时候在台上会哭 尤其是看到灯牌 看听到应援的时候 柯莉跟堂指们 你们在这里 就真的是你自己解释不来 你会愿意去用自己的时间 经历甚至金钱 你愿意去为了我 去为了我们 去付出这些 用英文来说就是 overwhelming 就是真的就是 我整个人就是觉得 我所做的这些努力去回报你们 这样子的支持 买门票 买应援物 而且很多人会熬夜 就是投票啊 或者是做做数据啊什么的 可以是睡眠休息的时间 甚至本来自己可能玩乐的时间 就拿来做这些了 到底是何等何能 能够 得到你们这样的支持 今年到现在为止 自己的专辑啊有了首唱会啊 什么粉丝见面会啊 很多大的舞台 还有 能够跟 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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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前辈 那么尊敬的前辈 们 一起同台 从 黄渤老师 红龙大哥 张兴哲老师 到祖儿姐 还有 综艺节目上面认识的 很多很多前辈老师们 我好幸运 每次听到了说有三年的老 老粉 就觉得你们 愿意陪我坚持这么久 甚至中间 那一整年的 迷茫时期 你们没有离开过 可能甚至有些离开了又回来的人 还有 刚刚发现我 的人 就是 嗯 就觉得有你们在 真的是很安心 觉得很有安全 此刻 此时此刻 我在这里 过着这样子一个生活 身边有这样一群可爱的人 一直在支持我的我的家人 我的朋友们 还有我的工作人员们 身边有这么多人的时候 我就算 现在一个人坐在这里 我觉得我真的一点也不孤单 我等一下要去换衣服去彩拍了 现在是11点36 所以今天的彩拍 我觉得我应该会很用心 虽然说每一次彩拍都很用心 但是这次可能录完这个视频 心里感受会感受会 会更不一样吧 2021年 首先希望 疫情可以有所改善 希望 在看这个视频的你 身体健康 健康真的 比什么都重要 希望2021年 应当少女303 可以 越来越好 可以有很多很多的舞台 可以有很多很多的节目 可以有很多很多的 作品 可以有越来越多的人 喜欢我们 我觉得明年 会更好的 平平安安 健健康康 开开心心 快快乐乐 顺顺利利 谢谢大家观看 别个心 拜拜 拜拜